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可能对我们最近再版的解构现代化会有兴趣 因为它实际上是我这些年在实践中不断反思的一个比较通俗的成果 它是一本演讲录 你们可以从中看到我们在加快进入现代化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一直是形成非常复杂的局面 也在这种复杂的局面的应对之中不断地有挑战 那我们说呢在这个实践过程中 形成的思想可以叫做实践出真知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现代化的反思 那现在呢就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现代化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认真点去分析 现代化其实讲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 所形成的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经验过程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资本主义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个经验的归纳 当我们把这个现代化当成我们的发展目标的时候 尤其是当成国家的战略的时候 那对中国来说呢 那现代化就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政治正确 所谓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要起教化作用的 它只有树立起内含性的政治正确 那这个教化呢才是普遍性的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把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目标 作为国家战略的呢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其实呢在1949年建国以后 我们是在1956年先确立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到这个时候呢还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 然后呢是到1963年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把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作为四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列为四个现代化 大家在我以前的那本书里边 就是在这个东方出版社出的那个八次微镜的里边 可能会看得到我对于四个现代化出台的时候 那个分析它是怎么出台的 那总之呢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概念 在中国成之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是五十年代慢慢形成的 从五六年到六三年 那四个现代化提出以后 它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得把这个现代化在中国提出 和我们为什么把西方作为现代化的这个典型 把西方作为我们现代化模仿的一个模板 为什么这样的 做点解读 我们应该知道 其实现代化呢 某种程度上是二战之后的冷战时期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被人们逐渐逐渐接受的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其实是因为二战这个影响人类命运的 世界广泛参与这场一场战争 它本身其实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 追求现代化的那个过程中的一个客观场 很少有人能够把这个现代化这样联系 但是只要你想着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里面有个国防现代化 就是要军事上要现代化 同时你注意工业现代化很大程度上 是跟国防现代化紧密相关的 如果我们看现在被世界当中最现代化的美国 它在哪些方面是现代化的呢 大家可能认为它的四个现代化都实现了 但最核心的 是以科学技术现代化支撑的国防工业现代化 以国防工业现代化支撑的国防现代化 而这个国防现代化 尽管它的工业已经大规模移出了 但仍然不妨碍美国成为现在世界化的典范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金融资本主导的发展阶段 它在追求的是所谓新的一个现代化的 新的形式叫金融现代化 那金融现代化是什么呢 其实就意味着你可以靠玩钱 获取全球的收益 大家都公认它是属于现代化的最高层次的 一个现代化的典范 美国跟它结合起来的时候 我们再往前推和这个所谓现代化中的重要内涵 就它几个重要方面 真正能够支撑的 其实是用军事的实力 用科技支撑军事 军事支撑金融 这是今天的现代化典范 而在这个二战之前 是什么呢 是科技 教育 文化 等等这些支撑什么 支撑产业 用产业直接生产的军事装备 来控制这个世界 其实现代化 这个被我们大家作为意识形态所接受的这些内容 似乎看起来是无害的 也是很光鲜亮丽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它其实有相当丰富的内容 其中某些部分的内容呢 是血腥的 甚至是罪恶的 也就是相当负面的 当人们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经验归纳起来的时候呢 由于它有这个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 所以无论是东方和西方 似乎都把现代化中的负面的部分 血腥的部分 甚至罪恶的部分 把这些部分呢 就把它抹掉了 因为你要把它当成国家目标嘛 所以今天我们看 就是在资本主义进入产业资本阶段的时候 它带来了世界大战 那个工业的现代化过程中间 所形成的很多负面的东西呢 并没有在我们今天所 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现代化表达中 作为一个支撑这个概念的内容 把它全面表达出来 所以今天人们理解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概念 难免会有一些偏差 但是今天大家可能可以看到 就是另外的一种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战争 讲到罪恶 这些是一方面是血腥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很多静悄悄的负面的东西 打个比方 资源环境的破坏 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 等等这些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是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 追求现代化所派生出来的 那些负面的内涵 这些往往也会被人们 有意无意的把它忽略掉 为什么这些是内涵 这个恐怕大家就得理解了 我就要稍微把这个概念往理论上引申一点 我觉得可能听起来就会更增加一点理性思考 谁都知道工业化是什么呢 是一个对资源的开拓 然后把资源转化成产业 然后再用产业生产出产品 用产品去覆盖市场 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 要想形成产业 就得有投资 说得直白一点 就得有资本 但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 它并不具备形成资本的条件 那请问 当我们把西方当成现代化的典范的时候 有没有人问过 它的资本是从哪来的 问过 首先是西方人自己 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前的很多思想家 他们就都讨论过资本从何而来 那资本有原始积累的过程 那对西方来说 它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 被人们说成是归纳成一个简单的概念 叫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是因为从英国开始进入工业化的时候 它为了养羊更多的有纺织工业的原材料吗 于是乎就让牧场扩大 那就击垮了很多小农 所以它就有这样一套原始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然也是充满着血腥和罪恶的 但更为严重的 西方人自己虽然是非常清楚的知道 但他们却不愿意谈的 其实是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 有一个很重要的殖民化的过程 那个殖民化的过程 比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比这种血腥和罪恶 还要有多少千倍万倍的过之而无不移 它是什么 它是所谓的殖民地的所谓奴隶制三角贸易 什么叫奴隶制三角贸易呢 无外活就是当西方人在他们自己的长期的对东方的贸易中处于长期贸易逆差 其实就跟今天一样 它是大量的向海外输出商品的 所以我们这生产过剩 西方那是生产不足的 一样从整个历史上 从我们有路上丝绸之路 靠骆驼靠马往那边驮商品 到后来海上丝绸之路 靠大船往欧洲运商品 从这个历史上看 它长期就是贸易逆差的 那贸易逆差 它往东方送不了什么 东方开始有比较高级一点的文明消费的时候 比如可以穿点丝绸等等这些 可以有茶叶可以有瓷器等等 有这些相对有档次的消费品的时候 欧洲还相对比较生活水平比较低 没有什么能够拿来交换的东西 于是长期它的贸易逆差 就得向东方输送白银 这个东方从西方拿不到什么 我们说那时候海上丝绸之路 十船送商品送过去 回来九船空 叫十船九空 为一船十只白银也 就是你唯一能够给东方的就是白银 但是欧洲又不产银 那怎么办呢 于是欧洲就打白银战争 白银战争打了几十年 打穷了的打败了的 必须得向那些战胜国提交更多的白银 那战胜国拿白银来买东方的产品 那个时候有些大船往西方送的时候 就是把土烧成瓷器 他那边还使木碗木勺子的时候 这边已经是瓷器了 所以当然老百姓也需要瓷器 于是这边就大量的往那送 那边就得送白银过来 没有白银就打仗 打仗打胜了的 给中国送白银打败了的 就得去外边掠夺白银 所以就出现了海盗文化 就带动了海盗经济 商船即战船 商人计海盗奉亡命截掠 因为战败嘛 战败国的这些王权也穷得叮当响 于是我就开始了对美洲白银的掠夺 因为美洲人是还停留在实际时代 并且他有他自己的传统文化 他不能适应欧洲人所要求他们的奴隶劳动 于是欧洲人就到非洲去掠夺非洲的人口 贩卖到美洲 下银矿或下种植园等等去做奴隶劳动 这就叫做奴隶制三角贸易 用这种方式满足了西方对于东方商品的贸易逆差的填补 这时我说如果要讲现代化的话 现代化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奴隶制三角贸易 这个奴隶制三角贸易其实应该被今天的人们 如果你要有所谓现代思维的话 你应该知道这个现代化的源头 应该把这段定义为叫做以国家为单位的反人类犯罪 当人们开始讨论所谓人权 开始讨论自由的时候 大家恐怕得理解这个概念呢 在不同的群体之中是有着不同内涵的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那开始讨论资本 开始认识到资本是必须有来源的 这个来源叫资本原始积累 那么再进一步来看 西方人很少讨论的 很大程度上应该被东方人了解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进入资本原始积累 是靠着奴隶制三角贸易 靠着对世界几个大陆的掠夺 才有了资本原始积累 才有了形成资本 才有了进入工业现代化 然后才有工业现代化派生出来的城市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等等 以及教育文化的现代化 我们不变往 我们不变成了 我们的中国人 但我radainer 但我以为你 我分不变成了 我为什么一个人 我从你的人 是一个人 在安关于 没有了 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要优 aquatic 我们必须开 一人生 说到这的时候呢 我想稍微的调整一下 就是我并不是说 一开始我们就 我就完全了解这些了 我在我自己从小 所学到的各种各样的教科书里 也很少看到这些内容 我今天所给大家 陈述的这些东西呢 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我们 正规的教科书体系 给大家介绍的真实 很大程度上是 等我 到了有一定能力的时候 三四十岁以后 尤其是我从三十多岁开始在中央国家机关做对国际组织的这些项目 那就有了一定的国际交流的条件 并且在这之后呢开始去和国际组织的项目结合 开始去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 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 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是亚洲的印度 当然最大的应该是中国 但是相对来讲 可能离现代化 离中国现在达到的这个所谓现代化水平还相去甚远的 主要是南亚次大陆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一片 包括斯里兰卡 当然也包括尼泊尔和布丹等等等等 这些地区 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相对而言呢 贫困率比较高 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原始积累 无论怎么按照西方的制度来构建自己本国的体系都很难 那像印度呢 我至少去过十次了 你要了解一个所谓发展 了解所谓现代化 那你要做比较研究 那在拉丁美洲的发展中的这些大国 也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墨西哥 它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 巴西社会矛盾比较尖锐 墨西哥我至少去过六次 巴西我大概去过三四次 委内瑞拉也好 什么古巴也好 秘鲁啊 阿根廷啊等等 我去过很多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 去了解他们的那些发展的困境 他们的问题 那我们看美洲的原住民呢 他们为什么这么就是 至今仍然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反抗运动 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武装斗争 那很大程度上是美洲的殖民化是对原住民的一场屠杀 因为对原住民屠杀过量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西方人到了美洲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疾病造成的这种死亡 这也占的人口消亡的比重也很大 既有杀戮也有疾病的消亡 导致美洲的原住民人口大幅的减少 所以我们看今天被作为现代化典范的国家以美国为例 它曾经一度把美国原来在北美大陆上几千万印第安原住民 大幅度减少到只剩下几十万 美国最少都是只剩下四十多万 加拿大剩下大概二十万左右 剩下几十万人 人家原来是几千万原住民 那因此呢形成的这个广大的资源 无论是矿产资源 森林资源 还是土地资源 乃至于油气资源等等 这些本来是油煮的 外来殖民者对本地原住民大规模做了杀灭之后 才由外来的殖民者占领了这些地区和这些资源 形成了他们进入所谓现代化的原始积累的条件 我是有三次深入到美国的原住民的部落地区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基本上被驱赶了 放到哪去了 把他们放到了亚利桑那的戈壁 那种比较平易的地方 让他们在那自生自灭 现在呢当然这些人还是保留他们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历史 他们是口述的那种传承 那我接触他们当地的这些本土的原住民的这些人 尤其是其中的学者 那他们会告诉你谁是主人 他们到现在为止 当年西方人来的时候 跟他们达成的交易条件是什么 那直到二战之前 他们仍然被认为还是一个国家 二战战争导致剥夺了他们的权利 这些就是说起来就非常复杂 如果我们看美洲原住民的消失过程 被西方人说成是玛雅之谜 阿斯泰克之谜 印加之谜 其实都不是谜 对西方人来说 因为他不愿意证实自己的血腥的罪恶的屠杀的历史 所以他说这是谜 但是对于世界上其他的 同样属于原住民的人来说 我们有必要跟着说是谜吗 如果你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经验过程来看 我说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经验过程 是所谓的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什么国防现代化 科学技术现代化 看到的是这些东西 这些被我们把现代化中比较积极的那部分 把它归纳出来 变成了一个发展目标 但我们很少把现代化过程中间 所造成的负面东西去做归纳 这些不在教科书里 只有当你真的有条件去做比较研究的时候 当你真的深入到那些原住民之中的时候 你恐怕才能有更多的材料来丰富思考 来形成这种所谓解构的这个问题意识 所以我想在这提一句呢 就是我希望我在所有做这些解释的时候呢 我是希望大家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心态 不要仅仅按照教科书给定的思路来思考问题 所以对我刚才所说的那部分 大家不要急于形成反感 就是我的那个知识体系里没有 没有没关系 你听听这个也许它能对你有参考作用 我们现在面对的整个这个世界 当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我们是谁 我们就像人们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要应对保安提的那个三个哲学之问 你从哪来 你去过哪 然后你要上哪去等等 但是你得知道自己从哪来 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 没有中断过文明的原住民 我很少见到哪个知识分子告诉你 你是谁 你是原住民 你不是殖民者 因此当我们这种原住民的大陆 尤其是原住民的大陆国家 好像中国这种典型 我们是几千年的国家形态 当然西方人不承认了 西方人认为你那些过去只是个文化概念 所以他把中国的过去的国家形态叫做什么呢 叫做civilized state 就是你是文化意义的文化性的国家 你不是那个nation state 就是你不是民族国家 认为你们的历史很大程度上 不是能够被信使 你就不是能够被考古材料证明的 其实不过就是因为过去 没有多少余千圣米去搞考古发掘 因此很多东西毁掉了 那其实就现在情况看 中国的国家政治史 应该说早自梁珠文化 从下朝大禹时代 就已经开始有了完整的国家形态 经历了几千年的国家史的变迁 到了秦代 就已经是郡县制的上层社会 和相生自治的下层社会的有机结合了 所以应该说中华文明的历史 如果你不要用西方人发明的 现代化的概念来衡量的话 它一直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这叫不叫现代化的不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原住民大陆 我们是原住民国家 我们是原住民文化 我们是世界上没有被外来殖民者 彻底毁掉过的那种原住民文化 我们会应该知道 就是即使被我们列入了发展目标 我们也应该知道原住民大陆 原住民国家 有着漫长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史的 这个国家 它是不可能按照西方的 殖民地大陆的殖民地国家 它的那个发展模式去搞 所谓发展主义的现代化 这就是有个比较区别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归纳了 原住民不可能搞殖民地大陆的现代化 也就是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 它无论什么类型都不是任何原住民大陆 或原住民国家所能够去追求的那个目标 我这个当然这么说话都是稍微严肃一点 按说我说到这些概念的区别的时候 应该是保持微笑 因为它挑战很大 想想为什么现在很多拉丁美洲也好 南亚非洲也好 他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革命 其实因为他们的解职是谁在解职 解职是殖民者的后代们所发起的 以白人为主的对抗 欧洲因进入了所谓现代工业 而形成的对他们只作为原材料产地的那个剥夺 打比方美国革命 是不是革命 是谁的革命 跟美国的原住民有关系吗 那拉丁美洲的革命呢 大部分都跟原住民无关 你们去看看现在拉丁美洲被数为 拉丁美洲解放之父的这些人 无论是何塞马丁还是玻里瓦尔 你反数得出来的 你再去那些国家的街上去看 所有的这些革命的领袖人物 英雄人物做的塑像 全是白人 你几乎找不到印第安人 找不到原住民 他们在哪儿 即使到了近代 有了殖民地的解放运动 就是解职运动 那大部分是白人的运动 或者是殖民者的后代们 对于殖民地宗主国的反抗 而不是原住民的反抗 越是在这些殖民地大陆上显得比较有层次的国家 打个比方 大家知道阿根廷 巴西等等 这些在南美算是曾经领军的国家 有没有人算过巴西的原住民还剩多少 阿根廷还剩多少 都不到5% 外来人口及其后代 占百分之九十几 当然混血人口占百分之三十几 直接的外来人口 纯粹白人血统的这部分 占百分之六十左右 但仍然是绝对的比重 所以当大家看到说 怎么好像这个亚非拉国家 为什么跟这个西方跟的这么紧 大家不理解 其实你稍微往文化上做一点深入的分析 所以我说这个解构很重要 你得做比较研究 你就会发现 对吧 我们说像北美的 像什么美国 加拿大 它的原住民占人口的比重不到2% 你到南美那些所谓比较有点层次的国家 它是原住民人口占不到5% 于是我就派生出来了一些所谓说法 就包括今天的种族主义 因为什么样的人种优秀 因此这种人种优秀 它占比最高的地方就最现代化 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言论 但在我们现在的这种 我们自己是原住民的这样的文化之中 难道不也是有很多人在跟着这样的说法吗 我不想批评 我只是告诉你 也许你有道理 但是请你注意一下 先得搞清楚你是谁 你是原住民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 我说你先把你自己减少到像美国那样 原住民剩下不到2% 然后外来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你再说你能不能像他那样 如果在基本结构上 没法一致起来的话 你就不要那么去盲目的追 所以这个结构我觉得是相对应该比较 算是根源一点的 我希望大家不一定接受我的观点 但你应该至少了解到一种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问题深入的探讨下去 因为你们现在的知识面肯定会比我们这代人要多得多呀 你们的条件要比我们好得多呀 尤其现在这个电子时代 网络时代什么东西你查不到 当然也有大量的非常虚假的甚至荒唐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抱秉持的一个认真态度 你总是可以把更多的问题搞清楚的 从历史上看 从这个国际比较来看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 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罪恶的那种 这么一个经验过程 那因此呢我们今天来分析 我们来看待这一切 就不能只看到它光鲜亮丽的一面 更何况 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所谓现代化发展过程的时候 大家都感觉到好像有一种动辄得咎 软实力上我们至今没有形成话语权 我们在话语竞争中往往是有点那个不断的在自毁 甚至某种程度上就有点像这个百年前 大家知道二十年代 我们现在又进入二十年代了 一百年前二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因为那个进入民国黄金十年 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增长 所以当时就有一批敢于反思的知识分子 比较著名的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梁淑敏先生 他那时候还比较年轻 但他早就提出 自毁甚于他毁 是我们那种悲剧 别人来毁我们当然是一种很惨痛的现象 但我们因别人来毁我们而自毁 往往是甚于他毁的 从梁淑敏先生一百年前开始所讨论的这些问题 到现在一百年过去 我们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地方 我们稍微往前多说几一点就可能会什么 中国人因在一战之中做了巨大的付出 但没有任何境遇的改善 而有了所谓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 我们把巴黎合约当成对中国的一种屈辱 其实这种屈辱是伴随着1840年以来 有那么个半个多世纪的这样一个被压迫 被奴役 被分割 被欺负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一直积压着 那就1911年的所谓辛亥革命 告别帝制 彻底把西方人认为我们属于封建国家 这个帽子摘掉进入所谓的现代政治 从那开始 其实应该说我们经历了几乎西方所要求的 所有的这些制度类型 无论是议会民主多党制自由选举 还是新闻开放 所有的一切都经历了 你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新华运动 八年的时间里边 那真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也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从这以后 又进入了一个加快现代化步伐的高增长时期 民国史上的叫做黄金十年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国际的这个问题 讲了历史的问题 那树看中国自己追求现代化的过程 难道孙中山当年不是也有一个梦 这个梦不也是充满着对西方的想象而形成的吗 那当他们开始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人 他们开始追求这个梦想的时候 并且已经完全使用了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和现代工业化 城市化等等这套发展内涵来作为我们的目标来追求的时候 那中国在应该说是二世纪早期先进入了政治现代化 后进入到了经济现代化 完全是按照这套东西来的 那他有经验教训吗 他的这个发展过程对我们来说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呢 首先得看 政治现代化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最大的国家来说 它是否真有可能让所有的这些参与者都变成一个对所谓现代政治能够行使权力的这样的权力主体呢 有没有这可能 当然不可能 所以这个现代政治呢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只在某些舞台上上演的活剧 详细的我不讲了 大家可以去看 那科技上我们其实无外乎就是把过去一切比较简单嘛 归咎于所谓封建落后 然后认为文化上必须得是彻底放弃 彻底达到孔家店 你才能够完全接受西方这些东西 于是我新华运动提出口号叫全班西化 完全按照西方的来 大量的这个海归们 就是少部分是留欧留美的 因为毕竟比较远嘛 费用比较高 大量的是留日的 因为日本是学习西方现代化的优等生 海归墓基本上成了中国当时推进早期民国现代化的主流 但是政治上其实是错综复杂的 某种程度上是乏善可陈的 那些黑人们打交道 你会发现大家其实对于所谓的现代症知之甚少 人们并不在意好像那个政治家他提出了个什么东西 对我到底怎么样 那些只是媒体表达的个别的精英分子们所表达的说法 它并不一定真的是大众们的意图 大众们到底什么 其实是很难把它搞清楚的 总之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 只要我搬来了一个制度 我马上就能操作 然后就能改变 就能怎么着 它这里边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 某种程度上你是永远搞不懂的 不要试图理解那些利益计算到底用什么样的说法来包装了他们的利益诉求 那个解构的能力往往一般人是达不到的 好了 那我们看经济上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民国黄金十年 叫高增长 年平均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八点几 和我们后来的年平均增长率九点几的那个水平并没有差多少 那它的转盘西化的这种现代化 为什么也是教训多多呢 首先是得说清楚 资本从哪来 民国早期继承了一部分清末的洋务运动的工业化遗产 但这是很少的一部分 并且只是为了复国强兵而采取的一些措施 它并不足以支撑中国进入所谓西方模式的现代工业 那于是乎早期的中国的工业化还是得什么呢 从农业 今天叫三农 从三农去提取剩余去完成原始积累 于是乎就在二三十年代 当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加速发展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4%的时候 出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 大量的地主为了追求在城镇的工商业收入 开始加剧了对于自己本身所处的那个农村的剥夺 农民不得不更多的去交出他们的剩余 于是乎就导致本来就剩余过少 只能维持住基本生存的这些农民就进入贫困 于是乎就导致大量的社会反抗 就是你越是加快工业化 城里的工商越越发展 其实意味着越多的从三农提取剩余 就导致农村的社会矛盾越尖锐 于是乎就转化成农民革命 所以这就也就理解 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说 农民的革命你们把它叫做土地革命 其实农民是要分福财的 废话 因为地主是把从农村中提取的积累 拿到城里边去变成了城市的商铺 变成了城市的作坊 变成了城里的工厂 所以农民要想拿地主剩下的农村里的东西 那不值什么了 只有打下县城 分地主在城里边形成的资产 对他来说才是革命的果实 所以那个年代你也不能怪农民要去打县城 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 发生于当你要从三农梯去积累 加快在城市中的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 这种所谓现代化内涵的时候 它同样带有大量的负面的内容 因此它是个客观规律 只要你搞就一定有代价 于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 经历了大量的对国际社会的比较研究 对国内的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之后 我们不讲后来怎么样 我们只是说其实不论你以什么主义 什么制度 什么体系 什么理论 为你的指导 只要你进入工业化 你一定要推出一个资本原始积累 而且政府一定是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 站在资本一边 推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 你才能够进入工业化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明白吧 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解构现代化 我们必须理解的内容 当你要进行工业化的时候 那要想让工业化得到一个规模的集中的发展 那当然就是城市化嘛 所以其结果就是一定是产业坐落于城市 那就是产业资本越来越多的集中于城市 城市就成了资本积聚的地方 这就是城市化 当你更多的从三农提取剩余 然后形成了产业资本集中于城市的时候 就需要什么呢 从周边把劳动力集中到城市来 于是在城市形成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直接对抗性的矛盾 这就带来了所谓城市的阶级革命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问世的条件 这本身都是一个客观的 追求现代化的工业化城市化的一个客观过程 所派生的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当然已经不再有这些内容了 我估计我这些内容里面也得掐掉 但是我们实际上得理解 就是它其实都是一个客观的经验过程 只有我们把所有这些经验过程 都放到现代化这个大的概念解释中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的那个现代化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 因此解构并不意味着我们说要否定什么 我们只是告诉你们 大家都在经历这样一个经验过程 这个经验过程被我们做了归纳 但只是部分的归纳 到20世纪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主义的普及化以后 因为20世纪一个最重大的改变 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主要爆发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 当这些列强纷纷起来互相之间打的时候 他们就放松了对原来的殖民地的控制 于说借二战之机 本来就是殖民者后代们所形成的这些政权的殖民地国家 纷纷开始形成了解制运动 然后就变成了独立国家了 于说二战之后 这个世界上不断诞生国家 到现在已经190多快200个了 二战之后崛起了100多个国家 这100多个国家因为大部分是从他们的宗主国 甚至就是他们的殖民者的后代们 他们控制的 所以当然毫无疑问要模仿他们的宗主国 或者模仿他们的父辈祖辈们 他们的那个经验来发展他们自己 于说发展主义就是按照殖民地宗主国的经验 来追求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 叫做发展主义 发展主义的主要内涵仍然是原来西方人搞现代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但是都不再有西方人进入现代化的那个前世殖民化 他自己就是殖民地啊 他还能去怎么去殖民别人吗 所以不能 于是我就没有原始积累的来源 没有原始积累来源 只看到那个发展主义的那个样板 就是他们的宗主国 于是大家都很痛苦 谁都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 就是你改变不了自己的殖民地的实际的那个经济结构 今天我们如果看啊 无论是哪个国家 几乎都是完全按照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 构建了本国的国家制度体系了 同样的议会道路 同样的多党制 同样的媒体自由 同样的教育体系 同样的文化等等 这些东西都跟西方基本上学过来了 那是经济基础呢 于是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现代化的西方模式上层建筑 恰恰反过来 反作用于他们的经济基础 使他们根本无法改变经济基础的状况 我们不是上过高中的都学过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吗 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 当你的经济基础还停留在一个 被人家殖民地宗主国 被人家宗主国给定的经济地位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照搬你宗主国的上层建筑呢 如果你搬的超前了 搬的早了 它不就是你的成本吗 这个道理应该很浅显吧 但为什么不见之于教科书呢 为什么没有人把它作为热点讨论呢 当人们说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 人们往往看都是这不行那不行 但是很少人说 恰恰是因为它形成了一个高成本的上层建筑 这个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在西方 难道是维持得住的吗 你们去看看西方国家维持所谓高福利社会 维持现在这套高成本的教育文化等等这套体系 乃至于政治体系的时候 它得支付多大的成本 相对比较属于野蛮资本主义的英格鲁美利坚体系 它的税负占经济总量 占GDP的比重也得在40%左右 而你到欧洲这些 你像英国大概在50%左右 美国大概在不到40%吧 40%左右 40 50%这属于比较 还算是比较粗野一点的 没有那么好的社会福利的 那你要到北欧 大家今天都知道那叫做福利社会主义 它是福利社会国家 这些国家的所谓的税负 占它的GDP多少 60% 甚至更高 这么维持 如果你没有这些 因为北欧国家人家地广人稀 人家有石油资源 人家有矿产资源 所以人家撑得住 你说大量的 尤其是像这种南亚国家 人口这么多资源这么少 资源能源粮食全要靠进口 这些国家长期处于贸易逆差 和财政赤字 这些国家 你生生的照搬了一套 西方的高成本的制度 请问你怎么维持 这些都不见诸于教科说 但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发展中国家只要追随发展主义 追随它的宗主国的那套 现代化制度体系 而这里边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deal 就是一个谈判 就是人家恰恰 就是宗主国在让你成为 独立国家的时候 要求你不得改变 它的那套先进的上层建筑 同时它又把你的 经济资源基本占有了 我们去看看 像资源比较丰富的 像拉丁美洲 它的资源谁控制 它的土地谁控制 跨国公司 为什么你看这个 这个委内人拉被西方恨成咬牙 是因为正好就是那个查维斯 它是一个散兵中校 它发动的革命 把那个西方跨国公司 控制它那个国家的石油主权 70%以上收归国有了 当然它未必搞得好 也收归国有了 你也是庞大的官僚体系 你也未必搞得好 但是总比我的石油资源 被跨国公司占有 收益都被它拿走 总比这个强了 但也因此它遭到了西方主导的 在委内人拉被西方控制的媒体 上层建筑 高校等等 所有的这些 只要是西方控制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 一概强烈的批判 难道这些人不懂民族利益吗 不懂什么叫做革命吗 民族革命的核心 是把资源主权收归国有 你才有根据这些资源开发 所形成的收益 来支撑你的教育 文化医疗 社会福利 乃至于改善贫民库 这个查维斯 正好赶上了2008年 华尔街经济海啸 奥巴马采取了 量化宽松救市政策 大量投资 投向石油 石油价格暴增了 三到四倍 所以这个查维斯 坐收石油暴增之力 他就能够大量的去改善 贫民库的老百姓的福利 去帮老百姓盖房子 搞加工 开商店 让老百姓有就业 有营生 于是乎呢 老百姓就拥护他 尽管他曾经被拿下台 但是老百姓上街了 贫民库占的城市人口的比重很高很高 有时候大家把他又抢回来了 等到美国奥巴马停止量化宽松了 他正好他也去世了 接任的那个公交车司机出身的马杜罗 不太理解这个过程 但是继续维持就维持不住了 因为石油价格又退回到了30美元左右 现在甚至跌到了更低 当然还有美国制裁 他的就是有石油收益也收不回来 他在美国所存全部 这些资本都被扣住了 所以他就没法再给老百姓好处了 于是乎就分裂了 大家就穷起来了 所以我们我就不明白 我们国内的这些说法都是 你只照搬西方的行吗 你不看看那个真实过程怎么回事吗 他无外乎就是殖民地的单一经济没有被收回 收回了一部分 但他的农业为什么不行呢 农业还是跨国公司 这个查韦斯革命只收回了石油 还只收回了部分 他的土地没收回 跨国公司在他占有多少万公顷的大农场 不为本国的粮食安全服务的 人家是国际资本 且不说给你敌对 就是不敌对 我凭什么给你粮食 拿钱来 他的钱又被美国扣住了 美国又把他当作敌对势力 跨国公司当然跟着美国了 于是乎他就不仅穷而且没饭吃了 大量老百姓就逃亡了 你说这是什么结果 是意识形态错了 是革命错了 是他没有改变他的单一殖民地经济结构吗 所以哪怕在你这块土地上 靠公司搞的经济越现代化 对你有好处吗 你追求的现代化是什么 所以我们说当发展中国家 逐渐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但他在谈判中让渡了 他的经济主权 他的经济基础就根本无法改善 他的上层建筑是高成本的 你让这些秉持发展主义 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情何以堪呢 所以当我们讲现代化 当我们讲发展的这个就是硬道理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把这些国际经验教训拿来做点研究呢 我们会有一本新的书 叫做新兴七国的比较研究 我们搞了七个国家的比较研究 我们其实试图说明 我们现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秉持着发展主义的现代化 到底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我们稍微归纳一下 就这部分我们叫做什么呢 当发展中国家要想进入所谓的 宗主国模式的现代化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命运所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形成主权的时候 通过谈判交易掉了他们的资源主权 于是我就带来了主权的负外部性 尽管他们有主权 这个主权只是西方宗主国 留给他们的高度现代化的政治主权 而经济主权呢 让渡掉了 这就是他们的主权负外部性 这就变成了一种宿命 是悲剧感的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矛盾 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层念著 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来看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发展主义的 这个过程中的那些教训 我们特别强调了 发展中国家在形成他们的政治主权的时候 一般都会按照宗主国的要求 保留原来宗主国留下的政治体制 多党制的议会民主 教育 科研 媒体 文化等等这些 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模式 照搬过来的 那对于经济基础方面呢 却让渡给了靠国公司 所以我们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现在遭遇困境 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看发展中国家 是不是有可能改出这种经济基础 归别人上层建筑也是被别人给定的 改出这种宿命吗 中国大概应该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 一个样板或者一个经验 为什么早在中国早期国民党 推翻清朝政权的革命过程中 就有相当多的海外的 不同的势力介入 那在革命的这个大的趋势之下 当时的已经形成革命政权的苏联 在早期的中国革命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指导者的角色 当然也是资助者 所以他提出的呢 就是认为中国面对的主要的矛盾是封建主义 那也因此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五个阶段论 中国的革命呢 应该是阶段的 先解决对封建主义的革命 然后呢形成资产阶级政权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当资本主义的工业大生产形成之后 才可能推进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 这是当年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 那这样呢就导致我们说中国在革命过程中 农民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这个革命的经验 和苏联给定的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进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的这样一个理论之间呢 发生了碰撞 这是根本性的矛盾 反而属于被苏联培养的党的领导人 到中国农民革命的斗争中来的时候 就都有没法适应的问题 所以就发生了多次这个斗争 最后呢是延安山沟里边能处马克思主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纳总结了农民革命的经验 才有了中国革命 从延安山沟里走向全国胜利这样一个过程 接下来主义不同就从这开始了 它不是完全按照西方的思想理论体系 其实马克思主义也好 斯大林主义也好 基本都同属于西方根据它的发展过程 所形成的理论归纳 并不是根据发展中国家 因为西方在整个地球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块 它的发展经验当然可贵 但并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 也就是不是普世性的 它这个地方所形成的经验 所归纳出的理论 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具有普遍意义 当它一定要求把它当成普遍意义 就当成普世价值的时候 一定会发生冲突 这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被验证过来的一个客观的结果 只不过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愿意 没有主观上接受这样一个客观结果而已 那我们说当中在中国也是 就是只要照搬了 无论照搬了欧洲的 比如德国的英国的 还是照搬了俄国的 你搬过来的东西 在中国本土的革命中 都很难真正适用 于是产生延安山沟尔马克思主义 逐步从根据地走向了全中国 最大的不同在什么 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 是完整的经济主权 所有的原来帝国主义在华留下的势力 无论你是银行 你还是工厂 你还是码头 全部收归国有了 没道理可讲 就是不是赎买 就是直接剥夺了 然后所有的国民党政府 他所形成的资产 全部收归国有了 过去的地主形成的 所有的土地和福财 全部都分给农民了 它是彻底的 叫做经济基础领域中的革命 完成了剥夺者的革命之后 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完全是民族经济的经济基础了 或者说就是因为剥夺了海外的跨国资本的资产 剥夺了国民政府的官僚资产以及四大家族 于是乎形成的是国家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基础 同时又由于中国还是一部分按照苏联给定的阶段论 所以当时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发展 把土地革命也叫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尽管农民革命根本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也叫成是它 然后说它是未来发展的主要的内容 于是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叫做民族资本主义 这是我们进入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的 那个最初的那个安排 这些呢在我们团队写的区一副 冬小丹直笔我是第二作者 这本书里边把这段已经写清楚了 就是它的经济基础一开始 就跟一般发展中国家 以非暴力革命谈判的方式 形成的经济基础完全不一样 比如中印比较 很少人这样比较 甘地是和平不抵抗 它不是暴力斗争 所以它就拿不回印度的经济基础 一定程度上很多原来英国人留下的庄园 英国人留下的产业还是人家的 那我们这就全部拿回来了 一样我刚才讲到 美内拉的查维斯革命的时候 为什么西方这么强烈的反对它 而西方为什么对曼德拉的革命那么吹捧 是因为曼德拉没有动跨核公司的利益 查维斯动了跨核公司的利益 谁动了谁的奶酪 谁愿意呢 那中国就是彻底拿过来 也因此就导致中国一开始完成了中国革命 就一定是个异类啊 所以它的经济基础不同于一般发展的国家 也就导致它变成了一个 以国家资本来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这样一个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客观过程 今天还是这样 走了几十年走下来 基本上国家资本占据主导地位 这点呢我想我们应该是清楚的 那并不意味着私人资本没发展 早期的时候私人资本发展遭遇到危机嘛 49年50年的时候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 任何高通胀条件下 中小企业首当其重受打击 而中国的民族资本恰恰是中小企业 所以它在早期形成的时候 没发展起来 这客观上因为高通胀打击的 同理如果你现在遭遇的生产过剩 或者遭遇的通货膨胀 同样是中小企业先受打击嘛 实体经济上不去 这不是今天也这样吗 不是谁有意的要排斥要挤出 它就是客观经济形势之下 中小企业抗打击能力就是低 再加上它不是国家资本 国家资本它很难被破产的 是因为国家资本背后出资人是国家 更何况我们当年通过革命手段 所形成的这个经济基础 从属性上说叫做全民所有制 所以它不能破产的原因 是你破不了全民的产品 破不了国家的产品 所以它就是一个 这么一种特殊的经济基础 形成了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的 制度体系嘛 你说你要改 怎么改 把国家资本改成私人资本吗 谁积累的 那些革命者流了血 献出了生命 几千万人死亡 拿到的这块国家资本 你给他把人家的命还上 你私有 你如果不能还人家 对不起 那你就把全民所有的资产 全民所有 你还到全民那儿去给所有人做股 那你可以这叫做私有 否则你这么少数人占有了 你怎么能叫改制呢 法理不通 它是革命的场 那你现在说我跟外资合作 外资是什么 是你当年剥夺了外资形成的 人家外资只要进来 人家一定问你 你把我当年的还给我 所以现在这个 大家不闹 尚可平安无事 现在一闹起来 比如对方先进入 把强迫把你拉入对方主导的新冷战的时候 那就是用冷战意识来说你全错 你的共产革命从头就错的 所以你得给我把我当年作为帝国主义 在你这个国在华的势力所形成的资产 你得给我继承一个长期的有收益的资产 你得还给我 你否了革命 你就得还人家 当年作为帝国主义在你这侵略 在你这掠夺 在你这形成的资产 你得连利息都给人算上 你得还 否则你的合法情况哪来 当我们说到中国的发展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就是延安山沟里出了马克思主义 形成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然后占有了所有的这些 在我这个国家土地上的所有的剥削者形成的资产 剥夺了剥夺者变成全民资产 就有了今天所谓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发展 也就是它的原始积累 是曾经被帝国主义被官僚资本 他们去做过的剥夺 形成的一个资产变成了今天的国家资产 在新的制度体制下 并不是没有原始积累 只不过这个原始积累不表现为对抗性的冲突 但仍然是从大量的劳动剩余 仍然是占有大量的资源形成的资本化 仍然是这个过程 因此仍然本质上属于全民所有 是国家的呀 今天很多人把西方的体系照搬过来以后 用那套理论 用那套制度来解释 然后说你必须改成西方的制度体系 说明不懂历史 或者数点忘足 谁的 不是外国资本的 也不是私人资本的 全民的 因此 如果我们看中国这个发展过程就很清楚了 每当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 是全民共同承担危机的代价 所以我们老实讲 中国这个海绵性社会 主要是因为你有城上人员结构 那农村最大的海绵作用就是劳动力血水池 每当城市发生经济危机 大量劳动力无业可救的时候 在西方体制之下 转变为街头政治 转变为暴动 转变为社会动乱 在这儿转变为下乡 从我们开始 就是苏联撤资的那个时候 在那之前 因为你苏联给你资本 给你投资 你上得很快 一年都有几百万上千万劳动力进程 他突然一下停了 没有资本了 那这劳动力就往回送 所以你们看当年陈云 在59年60年61年 他连续几次讲话 都是讲的 当年我们上得太快了 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程 来当工人 现在经济发展上不去了 我们就得让这些人回去 所以60年代的第一次上山下乡 就是你这个国家用国外的资本来进行 进入现代化的努力 遭到了挫折的时候 你就得把这个劳动力送回到农村去 农村就变成劳动力蓄水池 什么情况下蓄水池呢 只有集体化 个体化的农户经济是不能蓄水的 只有集体化 把大量城里人送到农村去的时候 他送哪一户 所以我经常在课堂上问 我说你们想过没有 如果农村是分户经营的 张三李斯王二麻子 你是上千万的城里人 要送到农村去 是送给张三家 还是送给王二麻子家 怎么理解这件事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好像侵犯人权的 我说那你不侵犯人权的结果 他就是在城里边就得既无工资又无吃的 当时陈云讲的很清楚 就是只有他们下乡参加了集体劳动 才能解决吃饭问题 在城里边就是得从农村 再去征农民的粮食来养活城里边 没有工作的人吃饭 这不是里外里两重的成本吗 但如果你要是真的能让他们回得去 农村能够承载 那他变成在农业上的劳动力 农业上是靠多投入劳动力就有多的产出的 和你在工业上不一样 工业上多投入资本你的产出提高 所以工业是个资本增密的过程 而农业是个劳动力增密的过程 这样这两个东西一交融 就是城乡本身的交流 当然这是计划性的交流 但毕竟让中国度过了资本极度稀缺的严重危机 那就是1960年苏联全部撤 这时候1950年美国已经封锁了 1960年苏联也封锁了 中国在冷战时期遭遇了两个超级大国 分割控制世界 全都封锁中国 中国本来应该彻底玩吧 今天我们看60年很多人都把它说成是非常黑暗的 但其实就是两个世界霸权国家同时封锁中国的时候 那你能不能过得下去 那时候我们已经至少是六七亿人口了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规模的国家能不能维持得住 维持住没垮就应该说已经善莫大言了 所以我们把这段其实八次危机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把所有这个过程都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 为什么会有上山下乡 为什么上山下乡是缓解城市危机的 为什么农村是蓄水池 蓄水池才能有这个海绵社会 海绵社会才能让中国这样一个有自己的制度特色的国家 维持得住它的发展历程 所以我们说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原因 就在于前半是为后边做积累的 你才有后边的这个发展过程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之后 我们就知道其实中国走的这个路不是简单的 按照西方教科书的那套理论体系就能够归纳总结的出来的 所以才对我们这些人比较实事求是的客观的 去把它做一个描述 这个描述尽管仍然是粗糙的 是非常不完善的 但仍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原因就是他比较尊重客观实实 我们不是从西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出发 来对中国的经验做出一个主观的解读 我们也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 我们就看客观发展过程 那到了当代 特别是到了所谓西方通过罗马俱乐部 开始反思它的发展模式的时候 它先进入到了对现代化的反思 它知道我们这个人类如果都按照我们这种西方的 这种消费主义的方式去搞生产的话 那这个地球根本不够 所以最早提出反思 西方是在70年代 同理也就在70年代的时候 西方出现了大量的产业对外转移 西方进入产业升级 然后接着就是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 意味着金融资本主导的西方的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 那当然这就意味着产业资本变成少慢差费 就是它产生的收益少 产生收益的过程慢 它远不如金融获取收益的能力那么强 它差 同时因为它是一个大量使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 于是乎它浪费很多人力 你哪像金融啊 有几个人在电脑上敲键盘 然后发明一个大型计算机 然后把各种各样的金融的多空交易一撮合 它就利润就出来了 所以现代的所谓技术 和金融资本的快速交易的需求一结合 就形成了金融资本的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是谁占有金融霸权 谁就天下通吃 就是西方在反思的过程中 反思的是工业化城市化 对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破坏 对于自然资源环境造成的破坏 这个反思正在反思 在积极的反思的同时 阐述出新的产业的跃升 金融成为一个易化于产业的 易化于实体的独立的力量的时候 它所造成的是什么呢 是全球通知 天下通知 但是金融自己不产生收益的 它是个虚拟部门 当它逐渐扩大 泡沫化 然后多少百倍 甚至上千倍的扩张的时候 那意味着它每一分钱利润 都得从实体来 于说就更大规模的破坏了实体 破坏了资源 破坏了环境 但因为它是静悄悄的 它并不像产业资本那样 需要去开矿 需要去造成直接的影响 不是这样的 于说就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因此相信 现代化结构升级 是我们发展方向的这批人 难道不是根本在荒唐着吗 但是有谁指出他们的荒唐 很少 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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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轻资本的低端转移了 接着80年代开始转移重资本 这时候正好中国开始进入到了 所谓跟美国之间的蜜月期 开始进入到了所谓改革开放 并且明确说只要是一般的 所谓国家引进外资的这些做法 他们能做我们都可以做 于是说这时候外资就纷纷进入中国了 就是这样一个 80年代你原来想实现的结构调整等等 这些恰恰是西方进入到产业升级 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的时候 他不再以实体的产业为主的时候 他往外转移 他除了什么不转呢 高技术不转 军事不转 这些不转之外 其他的生产他都可以转移给你 比如说中国就在8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 相对而言被叫做按照西方模式 追求现代化这样一个经验过程 大家都以为这就是因为你照搬了西方的制度体系 你什么可以分析 但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分析 然后我们来看 到底哪一种更贴近客观的事实 这样就带来了中国的所谓经济高增长 但同时中国自己的低端产业并不是靠外资 中国自己的低端产业靠的是农村的乡镇企业 所以带动了几千万家乡镇企业陡然发展起来 然后乡镇企业又带动的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 所以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形成的是中国的产业资本的结构变化 带动的是中国的城市化 而中国低端产业是农村的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带动的是城镇化 建制镇大量增加 所以形成了两套体系 麻烦在哪 当两套体系都形成的时候 就这么点资源 就这么点资金 那时候资本是很稀缺的 于是我就造成了通货膨胀 市场也紧张 大家都在抢购 同时资金也短缺 于是资金价格起高 两个方向共同作用 导致中国在80年代一波接一波的高通胀 这时候我们以为 是我们没有按照西方的体系 照搬它的市场制度 于是我们提出 要把所有的商品放开走市场 我们要试一把 试一把当然就广而告知了 人民日报就告诉大家 我们要放开价格了 于是大家就抢起来了 没有经验 我们不知道告诉大家 你们说透明度 这是高度透明的 没有想到你这个价格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往往是你打个比方 现在学聪明了 哪天调油价 他往往是要调的第二天早晨 头天晚上告诉你 对吧 哪像我们80年代要搞价格改革的时候 报纸上去宣传的 那个高透明度 于是乎大抢购 那就一抢购 立刻关倒公司 能囤积原材料 能囤积仅销商品 一下就把价格憋得更高 整个市场体系要崩溃 那他连带的是老百姓要去买东西 票子要毛 到银行去挤兑 银行体系要崩溃 这就导致中国在80年代后期 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接着引发的是生产停滞 叫仗制形态的危机 西方叫做智障 我们叫做仗制 那他导致了社会矛盾 大家反观倒啊 于是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啊 然后接着就是西方制裁 所以我们到89年的下半年开始 就进入到了美国带领西方国家的再度制裁 资本全部停掉 投资没有 中国在90年代就进入了 因为西方资本突然停掉 就跟60年苏联资本突然停掉 你遭遇了困难 但是90年代就跌宕起富的危机不断 那你的国企不景气啊 职工下岗啊 农民负担重啊 社会通货膨胀 整个这些矛盾 大家就在这些不断发生的矛盾之中 挣扎着思考 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 不能说千奇百怪吧 各种各样的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观点 这个咱们也得理解 但是没有谁挖到根 所以那个年代我们开始把根本问题提炼出来 就90年代 这些呢也在我们那些演讲录中间 尽管它不是那么学术 但它终于把问题提出来了 我是比较早 大概88年 当我们开始做这些所谓制度安排的时候 我就先提出来了危机论 然后讲就是这个结构性危机 像周期性危机的转化 但是因为这个文章太敏感 所以发出的编辑呢 把内容都抠掉了 就留了标题 这个标题代表了我的观点 内容上已经就是剩下不同不养的文字了 真正把结构性危机 像周期性危机转化的那个 那些机制性描述 几乎都给我删掉了 但就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文章 也被新华文哉转载了 1988年 正好那一年爆发了 严重的脏制形态 通货膨胀形态的严重的危机 这是一个很客观的过程 当90年代这一系列 低调起腹的问题 不断爆发的时候 我大概在94年96年 连续写过几篇 关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 周期性表现的这样的文章 也都是在这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上呢 其实是逐渐把问题就搞清楚了 这个现代化的过程 并不是我们简单的以为的 只要你做了什么 你照搬了什么 你能怎么样的 没有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东西看清楚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发现 它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 并且是有点步履为奸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中 所以往往不是人算 往往是天算胜于人算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在中国不断的跌宕起腹的 不断磕磕绊绊的这个结果眼上 这个世界发生了重大的一个改变 什么呢 就是苏东解体 中国这时候属于崩溃论 都认为中国将会跟苏联一样崩溃 所以这时候呢 就西方说 那不如拉中国融入 尤其是克里顿政府的时代 就是主张中国融入这个政策 反正你要崩溃 没谁把你当中主要对手 在这时候中国遭遇到的压力呢 尽管是有美国的制裁 尽管有西方投资的减少 但是它毕竟没有像今天 我们遭遇到的这种 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不是主要对手 因为你太差了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计算机解密 就是IT解密 因为苏联解体了 美国原来军方投入 所形成的大量的技术研发 进入民用 进入民用的时候就有了 比如盖茨呀 什么这些人 那当然也有中国的马云之类的 这些人呢 就开始把这些商用化的技术 在世界上开始进入了一个新业态的创业 这个新业态创业 因为不必支付研发成本 而有巨额机会收益 于是导致世界资本流向IT业的 这个所谓新经济发展 就造成了美国出现了 IT业为主的这个高技术的产业平台 这有利于它的资本回流 形成了两个高平台 资本的平台和技术平台 美国就率先进入新经济 但因为资本大量的从工业化国家流向美国 于是工业化的东西啊 四小龙四小虎 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 我说天算比人算强 人算不如天算 就是因为你并没有任何预见 知道这些东西会爆发 但也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我正好是去美国 跟美国的一个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一个思想家 做了一个对话 就发表了一篇东西 叫做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的改革 指出国际金融资本的虚拟扩张 一定会导致崩溃性的结局 那中国的这时候也正是在金融资本扩张的阶段上 所以中国也是在金融改革上开始有了大的动作 但正好爆发了 就是这个又赶在结构眼 就88年那个文章赶上中国的一次智障形态的危机爆发 96年一篇文章 96年97年的时候赶上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追求一个所谓的被人们认为充满着这种光环的现代化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里面有大量的值得我们做归纳总结的教训 没有被我们认识到 那我们看到这的时候就突然发现 闹了半天 这个完全按照西方的这套产业体系 接受低端产业的这些国家 尽管风光一时 但很快一夜之间吹哭啦秀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东亚四小龙四小五解体的同时呢 中国的金融不良资产的严重程度并不比他们低 只比他们高 也就是说我们的金融坏账是更严重的 那就是因为你的财政金融部分家 你是国家主权财政和国家主权金融 这两大经济主权是可以捆在一起的 共同使用的 所以我们叫做两个拳头打人 你可以用国债 同时可以用增发货币 那这个时候中国做的什么呢 用财政把金融的所有不良资产一次性剥离 然后用财政的那个外汇向金融部门重新注资 让他们满足国际上规定的那个巴塞尔协定 百分之八资本冲租率 然后你再去变成商业银行去经营 这恰恰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 但我也很少见到有哪一位大咖大腕 把这些中国自身克服东亚金融危机 这个席卷这么多工业化国家的危机 中国怎么过来的 很少有人把它说清楚 其实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主权国家 就像我们讲到中国1949年以来的 这样一个国家经济主权 牢牢的掌控在自己的国家政治主权手里 也因此你是主权正外不幸的 你才能够渡得过这样的危机 也因此在你渡过这样危机的时候 中国就被国际社会 特别是被西方直接定义为叫做Cup Control 你是资本管控国家 因此中国崩溃论转化成中国危险 新冷战就此开始 而且在1999年的时候 中国就已经和伊朗啊 俄罗斯啊 什么北朝鲜啊 什么 什么利比亚啊等等 这些一起被列为邪恶国家 所以主要对敌对 那时候是小布什 他当政的时候 只不过就是因为 我还是天算比人算强嘛 人算不如天算 就是因为美国爆发了新经济泡沫崩溃嘛 同时爆发了911事件嘛 于是乎呢 他必须去直面他的向美国本土 向他的金融资本核心地区 去发动恐怖袭击的那些敌对势力 于是乎就缓了我们的压力 他的主要战场变到了中东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中国得到了一个突然的一个空间 由于他的经济危机 导致他的实地产业更待不住 于是美国大量的 把他的产业转移到中国 这就导致了中国21世纪 外商直接投资FDI 变成世界最高 而主要是西方资本进来 尤其主要美国资本进来的 于是我就今天大家说的 太平洋作国大 这个荣德下中美两个国家 你中有我中有你 大家分不开 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指的这个阶段 但它并不是一个很长的阶段 它只是21世纪的 第一个十年所发生的情况 那又由于你这个所谓 大家为什么现在 对中国的这个经验这么重视呢 其实并不是因为 你自己把它解决了 而是因为他大量进入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靠国公司 他本来就买全球买全球 他本来就制造大量的贸易盈余 贸易盈余于你的国家的金融制度 是每一块钱的贸易盈余 都必须对冲增发人民币 都不能直接的变成 你可以使用的货币 于是你保留你的金融主权 你就金融迅速崛起 迅速扩张 就变成了一个金融大国 那同时他在你这 因为看到你不断的在 你的整个贸易不断 不断形成盈余啊 那于是乎呢 他就要憋你的人民币升值 所以他就一定会源源不断的 把他的贸易盈余汇到中国 你就必须不断的对冲增发 于是就这么一个客观过程 导致你进入到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的 不能说主导吧 但是金融资本至少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新的阶段 这就是中国的所谓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我们也几乎快跟美国一样难兴难地了 不叫难兴难地啊 差不多就有点那个有点相似性了 就他是金融资本 我们这金融资本总量也越来越大 大到了一定的量 甚至这个量相当于被认为啊 相当于美元和日元资产总量 这么加的这样一个庞大的量 当你有这样一个庞大的量级 同时又是所谓卖资不断地创造大量的外汇 应于进入到这的时候 他又不让你在西方做投资 所有的能够形成竞争力的投资都不让你做 你说我去跟他搞点金融性的业务吧 你所有进入到美国的银行 几乎都被他以各种各样的监管名义找你的毛病 你说你能没毛病吗 他也有毛病啊 不能说没有啊 所以好了 那你的技术类的公司一定有毛病 你的金融类公司一定有毛病 那你怎么在他那玩 你玩不 他到你这来 他是大爷 你到他那去 孙子 当然这话也不对啊 就是今天孙子的地位比也高 对吧 这个我们换换过头来说 但不管怎么说 就是你到了美国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市场待遇 和人家到你中国的市场待遇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就在这个过程中间 就像马云到美国去跟特朗普对话的时候 人家说了 人家说你看你把4万亿美元砸到战场上了 你去打仗去了 先打了伊拉克 后打了阿富汗 然后你接着再打谁 打叙利亚 那我们呢我们的基本件上投资大约相当于4万亿美元 其实不止 我们的基本件上投资拉动的什么呢 恰恰拉动的是国有的设备制造业 因为你需要大型机器啊 对吧 你现在是所谓被人称作基建狂魔 你得打多长的隧道啊 几十公里啊 你得铺海底啊 你得是大高架桥 所有这东西都意味着你必须用大型设备 大型设备谁给你 自己干的 于是乎你的基建投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拉动了国有经济的陡然崛起 国有经济背后是国有金融 于是乎中国就走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结构 你可以叫它模式 就是因为对不起 我这个这些年形成的生产能力 恰恰是靠基建市场 老基建拉动起来的 老基建拉动的是国有的设备制造业 国有设备制造业在背后拉动的是整个科学技术的 这个创新体系于是中国就工业陡然取来了 当你正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 人家好悬算度过了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 2013年奥巴马停止了他的量化宽松 接着就宣布高调重返亚太 对创性的矛盾 或者叫对抗性矛盾 由此发生了 这时候你再也躲不开了 所以我们说新冷战的起源 是在1998年中国成功应对东亚金融风暴以后 经过了一段西方去打宗教极端势力 给出了一个十几年的空间 再加上它不断爆发危机 对吧 它2005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 它不断的发生 它的危机先是什么次贷 然后就华尔街 然后就是什么欧债 然后就是什么 反正一个接一个 它就它没完没了 它走到它那个阶段 它的危机是连串连锁的 那给了我们一个发展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 你继续沿着西方模式的所谓现代化 那个经验过程走下去 你就能够走得出来 于是我们终于我们开始调整 大家很少关注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调整的 注意告诉你们 早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 我们就调整 放弃单纯追究体 那叫粗放的增长 我们要追求质量效益性增长 然后接着就我们就提出的什么呢 提出的是新农村建设 要追求城乡平衡 而不能单纯的就是把所谓现代化就放在城市 就变成一个工业现代化 于是开始强调要搞城乡发展 然后接着就是2006年提出两性经济 叫资源节约性环境又好行 两性经济 听懂了 资源节约性环境又好行 2007年就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一步一步的走 到2012年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 然后接着提出深化生态文明的改革的体系 深改 生态文明又需要深改 然后再接着就是乡村人情作为国家战略 作为重大战略 然后一直排到本世纪中叶 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到了2013年习近平又强调了城镇化 2015年习近平说 假如城镇化是以破坏乡村为代价的 我看就要逆城镇化 但是最好的方式是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相辅相成 人家的思想是辩证的呀 于是我就接着就提出了要乡村振兴嘛 并且把乡村振兴做成一个大战略 提出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同时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 要找向绿色生产方式 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和生态文明紧密结合的 所以当2018年特朗普开始正式执政 重启新冷战 试图去中国化 让中国硬脱钩的时候 那我们的唯一的基础 应对基础什么 就是乡村振兴 所以2019年年初中央明确讲 乡村振兴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这就是中国特策 终于我们在这次疫情打击之下 当全球被疫情破坏的供应链解体 导致产业链解体 然后全球重组的时候 我们提出的叫做两个循环 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两个循环 这叫做发展方针的根本性改变 从过去盲目追随全球化 到现在两个循环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 国内经济循环的根在哪 乡村振兴啊 所以终于我们可以把炼好内功夯实基础 把乡村振兴打造成压舱石 应对全球化挑战 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方针 作为我们改出西方模式的现代化 追求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个方向提出了 中国人一开门 我们的邻居红的白的黄的黑的都有 在所有大国当中 中国的周边环境应该讲是最差的 周边国家特别多 差异性特别大 规模大小不通 政治制度有差异 经济发展阶段有差异 文化有差异 甚至人种都有差异 大国运起 实际上有影响的大国 都在这个地区发挥作用 挑战是非常多的 印巴 中印 南海 东海 朝鲜半岛 被认为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 这种引爆点特别多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我本人是研究大国外交的 特别是研究中美关系的 但是近年来 因为中美关系无处不在 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 所以我对周边也有一些兴趣 也做了一些研究 中国崛起是个事实 但是在中国崛起的进程当中 一定有很多障碍 就像唐真取经 也要经过9981难 总之我们希望的石奖给大家提供一种框架 这个框架是有战略视角的 有历史视角的 通过对中国周边安全挑战的分析 我希望不仅有助于大家理解这些热点 而且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国际视野 有一种Bird view 你把握了态势以后 我相信你对人生 对国家会更有信心 我是金菜荣 欢迎大家来到观客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